大家好 昨天讲了一个很深一点的课题 今天讲一个更浅一点的课题 这个课题也是一些迷思 这个迷思其实是与语言的使用有关的 就像我们所说的 语言的使用 究竟自动标是否升得满链 我们经常说 自动标可以手动上链 但是想不尽的 跟手动标是不同的 手动标如果有的话 你们试过是会尽的 去到最尽 你就拎不了 拎不了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拎了 否则真的可能会断 为什么自动标上了很多次 上了很多次 上了一百次都不会尽的呢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要分开两个概念 它的一只自动标 它的发条是会上满的 当然会满的 你一路拎就一路满 但是呢 为什么当它满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继续拎的呢 没有一种令到你停的感觉 你一路拎 一路拎都可以的 原因呢 其实我想解释这一点的就是 它的发条股的设计是不同 我说的是自动标和手动标的发条股设计是不同 为什么手动标是上得尽会停的呢 就是它的发条股呢 其实就是扣死了在发条股边里面 所以你一路上就会尽的了 不过就停的了 因为已经扣死了 那为什么自动标会 领不尽的呢 其实就是它懂得线位 发条股都会满 当发条股满的话 那你的发条股就去中间了 但是它有个机制 那个机制就叫做 好 其实我刚刚炒了一本书 都给你们看的 就叫做Sleeping 就是会退位 就是说 其实很简单说 它的发条股就不是扣死了在发条股边里面 当它上进的时候 它就不断退位 不断退位 那就给你有个感觉就是上不进 其实这个也是语言问题 上得满 当然是上得满 你发条去中间就叫做满 但是上得满 但是又不会停 又上不得尽 原因就是 它是会退位 一边退一边退 那你就想不尽 所以其实 用 概念用好些 就会处理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怎么解释给客人听 一只自动标 为什么可以一边拎一边拎 都不会有停的感觉 就是 它是上得满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又有些客人会反问你 原来自动标是上不进的 你的链是否有问题 上不满的吗 你的链 这个观念是错的 如果是上不进 就好像坏的标 这样 如果一只弹弓 永远是摆不着 摆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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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上全标 是坏的 那其实是要分开两个概念 就是 一只自动标 它的发条是可以上满 当那个发条去到中间就是满 但是由于 他的发条不是 扣死了在发条股边 是会滑的 他有个机制是会滑的 当然了 自动标一定要设定这个机制 不然就会overwrite 就会令到你有一种 上不尽的感觉 所以其实语言是可以处理到这个问题 上得满 但是上得满之余 就不会尽 因为他会滑走 那看一下 有没有增加了 大家对 自动标或者手动标上年的理解 这个题目比较浅 如果你明白的话就不用听了 那今天就这么多 多谢各位